一端天气席卷各国 来看到巴西市有一处城镇 24个小时降下的雨量 居然是两个月的雨量 当地已经路不成路 泥流蔓延冲刷至少有40人死亡 而在日本北海道 则是持续降下了暴雪 有一家便利商店不敌这积雪 店面被压垮变形 顾客跟店员是纷纷惊逃 幸好无人受伤 一股洪流猛受倾泻而下 汽车被冲到位移 泥流瞬间灌进游泳池 民众和奔吞水势反向而行 艰苦爬楼梯相当危险 还有一群人缩在一块 紧紧抱着柱子 避免被洪流冲散 一幕幕夸张到不真实的洪灾场景 在巴西上演 泥泥带着大量的家具往下冲 陆基被整片冲垮 白色浪花不断冲刷 乍看以为是沙滩 洪灾最为严重的盛塞巴斯墙 24小时降下两个月的雨量 多人死亡 是当地史无前例的极端天气 而日本北海道则是暴雪狂行 后的鸡血压法 张牌被挤压 突出位移 连窗户都被挤爆变形 店员客人感受到建筑物摇摇欲坠 一秒激紧往外奔逃 幸好无人受伤 俄罗斯索契一座铁桥 一边发出巨大金属挤压声 一边往右移动 原来是被雪崩推着跑 而美国德州则是天外飞来惊喜 被清楚捕捉到极度闪亮 拖曳着长长尾巴 坠入地表瞬间 发出巨大的音爆声 地表一阵晃动 庭院里的鸡鸟吓到窜飞 NASA证实一颗重达半顿 直径0.6公尺的陨石光临地球 幸好坠落前 陨石就破碎成小碎片 通常不会构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